大家好,我是阿里 欢迎来到阿里厨房 今天咱们来做味蓝 先来洗300克糯米 用清水泡上 因为糯米的淀粉结构中 几乎全部都是脂炼淀粉 所以吸水比较慢 浸泡的时间要比普通大米长 最少要泡15个小时吧 最好能泡过夜 让糯米吸足水分 阿里用了这么一个竹篮子 你也可以用蒸笼之类的 把泡好的糯米倒进去铺平 大火 隔水蒸汁20分钟左右 味蓝也有较味淋的 在日式料理中 是一种很重要的调味料 有点像咱们的料酒吧 不过味蓝的甜度很高 关于味蓝的起源 相对于岛国人民的直溜 阿里更愿意相信它 来自于300多年前的中国 一种叫密林的甜酒 再蒸20分钟后 蒸20分钟后 淋入一些开水 用筷子滑松一下 再蒸20分钟 这个蒸汁的时间 只是一个参考值 最好能问问自己的舌头 入口爽滑 柔软而不粘牙 粒粒分明更不能夹伸 就差不多了 转入一个容器中 划开 晾凉到35度左右 手摸上去有温热感 准备50毫升凉开水 把1克左右的甜酒区化开 倒入糯米饭中 混合均匀 现在的气温比较低 阿里用了一台米酒机 可以恒温在40度左右的环境 如果是夏天的话 在室温下发酵就可以了 蔚缆其实是一种负量酒 所以要经过两次发酵 头到发酵4天之后 就再泡300克糯米 到第5天就跟头一次一样 蒸好 拌好酒区备用 这时候头到酒已经发酵5天了 酒液用纱布隔出来 剩下的9招 跟困好去的糯米饭拌匀 再放回米酒机中 继续再发酵5天 刚刚滤出的酒液 先装起来 放冰箱冷藏 5天后 从米酒机中取出来 这时候可以试试味道 这有一点酒味 很甜 这是一种很清纯的甜味 准备一个塞子 铺上两层纱布 酒糟倒进去 不用去挤压它 让酒液自然的漏下来 这样能让酒液少一点悬浮物 过滤出来的酒糟装起来 第一次出来的酒液也加进去 混合后放回冰箱冷藏 下期节目阿里就用它做一道菜 滤出来的酒液就是本味蓝了 在常温下放置30-60天后 就会呈现出淡淡的琥珀式 放置时间越长 酒精度就越高 甜度就越低 阿里喜欢它现在这种状态 所以我会把它放冰箱里冷藏 减缓它的发酵过程 阿里也会用它去做另一道菜 可别忘了关注阿里厨房哦 我是阿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